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辛苦 因为美术人员不多 因为台湾电影这几年非常进步 分工很细致 所以出现一个很优质的质感设计师 那这个质感设计师后来做得很好 在国际上 在台湾各影展都做得很好 电影拍得很好 我们就请他到北一大来教书 所以我们现在电影除了理论还要做技术 这位优秀的今年的58届的杰出工作者 就是陈老师 陈兴发 陈兴发老师是最基层的 他从做油漆工开始 一直到今天到处再找他来做最好的质感 所以不输给日本的质感设计师 所以很多希望他去帮忙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看看他的作品 等一下再介绍他 每次都这样 这边说这边做就可以啊 这边就干嘛找了 这边就找别人啊 每次都这样 看这市图长这样耶 你画这个纸上面 就没有一顺道纸画就对了 还是我们来问浅仙 有钱吗 有 我有 我找烧财本 谢谢 浅仙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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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群很可怜 没有钱 没有资源的 卑微的年轻美术 我们真的很想要做质感 可不可以请钱先指引一下我们吧 拜托 拜托 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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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发什么了吗 不动 不动 Q 发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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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这个要过来等他干的 所以从现在你们就可以请他来 要先把他摆这里 你知道他就是帮我们美术说故事的人 有发歌的景就不会 不会有问题 应该啦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一起去拍百度人 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 小林 他就开始哭起来了 哼 我 我真的很想做 你知道他已经是大质感师了 他平常大家都看他拽拽的在那边 就是挺个肚子抽烟 每一块地板都是画的 他那时候真的就是来 然后就一直跪在地上 好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 他就是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 然后那个汗水就是从他的那个 这个脸上这样 然后他还会一直闭 因为那个汗会滴到地上 然后那个 那个滴到地上做质感的地方 就会坏掉 这样摸摸摸摸到最后一刻 然后他站起来 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全身都是这样 灰头土裂 整个就是这样灰色的人 然后他就说小林 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的工作态度 你一直在用你疯狂的态度 一直在砥礼大家 以后也要继续跟我们相爱相杀 我都是公话的这样子去称呼 他发的发歌 然后跟大家相知相惜 就差走红毯 步入礼堂这样子 我们这一辈的就是从 有没有电影拍到有电影拍 然后从没有美术质感到有美术质感 我们一直靠北说 电影美术的预算很低很低 但再怎么低你都还是看得到 法兰克的团队在现场在那边奔 在那边跑 在那边全身胀 我们在拍一拍的时候 曾经有世界上最顶尖的美术团队 可以来到这边工作 那法兰克把其中最好的质感手艺留了下来 我们非常地感谢他 祝你 花 哥 下单感谢 多谢多热 恭喜 恭喜 陈老师 欢迎陈老师 很棒的职人精神 请大家来领奖 我在一部电影叫瀑布 两个月前我在甜蜜生活 中导丢了一个剧本 它的封面是红色的 上面写了两个字瀑布 然后当时我一头栽进去 我跟瀑布走得很近很近 我希望看出它里面的冲击 可是做到最后 我发现中导 他要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必须放下 必须抽离 才能看清楚这个事情 这是我 我从这么近到抽离中间 我必须要做出一段故事在里面 然后我希望从里面 去呈现导演的情怀 这是我对质感的注解 然后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李安先生从少年派开始让我重生 这是他一直一直的给我们台湾人的机会 在这里我要还有时间 因为弯弯昨天说要给我90分钟 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办法 我现在要特别感谢导演李安 中梦宏先生 仙草影像的阿牧 陈艺人 韦豪导演 雅哲导演 陈玉勋导演 然后片场的长官 阿龙片场贵哥贵嫂Vicky 还有张简阿智 最重要的是 我的兄弟阿易 现在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力达 郑董 中营的邱云 还有红尘的阿贤 然后监制 烈捷 如芬姐 还有志明兄 美术我的兄弟蔡佩玲 是我从小一直跟着她一起成长的 头哥阿布 佩晨 树瑜 还有超人哥 美清姐 小郭郭志达 若云 阿韧等等 帮助过我的人太多 若我没能提到 多请包含 因为我到昨晚都还在家业班 真的很辛苦 我现在头还昏昏的 太兴奋了 谢谢大家 谢谢金马评审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最后 我还是最要感谢的是 我台中大度的老母亲 还有我的家人 我们拍片的说句台语是 出人啊没人回来当求到 其实最辛苦的还是家人 谢谢 谢谢 恭喜陈兴发先生 也谢谢颁奖人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